第十六世紀就遷移到了西湖的金鯉島上 那金鯉島本身過去從第五世紀就開始用了 那個時候它就是一個冷宮 等於說皇后公妃如果失寵的話 就是會被關在金鯉島上 那第十六世紀 那個鄭國寺就正式的遷移到金鯉島 那我們大姐去鄭國古寺 我們會參觀什麼 第一我們會參觀 我們會走到最裡面 首先我們會走到最裡面 走到最裡面我們會看到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前面就有一棵菩提樹 那也是一棵菩提聖樹 為什麼那棵菩提樹叫做菩提聖樹 是因為在1956年的時候 印度總統有來越南這邊拜訪 我贈送給胡志明主席一個禮物 那就是印度釋迦牟尼佛成佛的那棵菩提樹的分支 就種在我們鄭國古寺那邊 一個很大的菩提樹 那不管我們到什麼地方 只要看到菩提樹 我們都會怎樣 繞一圈順著石中繞個一圈